我相信如果我們停留在只是出指引 給一些私人執業醫生 其實是未能夠全面對抗這些惡菌 或者濫用抗生素的問題 我也跟袁國勇教授談過 他其實是有一些建議的 他就覺得我們必須要在香港來講 有一個審計抗生素使用情況 的一個系統 是有系統搜集究竟香港的醫生、醫院 他們是怎樣使用抗生素 並且那個情況有沒有濫用 當知道這些數據之後 我們是要feedback 即是告訴相關的醫院和醫生知道 讓他也知道其他人用抗生素的情況 相對於他的使用 他自己有沒有特別多了 他自己就會稍為自己會調節一下